在阿甘的時光機 有提到佩佩有兩種配法 嗨阿甘 要不要陪我走去假天 對不起阿甘 今晚有啦啦隊選吧會 我已經準備一年了 下次好嗎 但是我發好失靈才對喔 他可是讓擁有血輪眼的卡卡西老師 都陷入苦戰的忍者欸 高雄啊 你是想讓我們送兵是不是 嗨 歡迎來到台聲音 我是卡比 今天來介紹一位聲線非常柔和 火影忍者小鷹 以及小女警毛毛的聲優秋梅君 秋梅君月於1994年入行 這個年代的聲優 能在許多200幾年的作品聽到 在火影忍者中 配了小鷹 小李 剛手 木葉丸 如果有我可以幫得上忙的 儘管告訴我不用客氣 非常謝謝你小鷹 還有骷髏魔法使的小可 梅玲 你不要隨便亂說話 小一她才是我唯一認可的骷髏魔法使 哎呀 這是什麼東西啊 可可放開我 哈姆太郎的露子 莉莉 怎麼樣 這條短帶會不會很奇怪啊 我從來沒有一個人出去過 對這裡一點都不了解 另外還有小眼鏡 美美 虎妞 萌萌 飛天小女警的毛毛 啦啦啦 到世界轉動 美少女戰士的木星仙子 時間往後推一點也有高劍神域的雅思娜 現在可是拼了命在挑戰迷宮區 為什麼你可以悠閒的在這裡睡午覺 阿甘妙世界的安安 佩佩 對呀 所以我才問我媽 我不想責怪誰但是 爸爸 誰到哪裡去 蓋庫家庭的盧拉拉 愛你老母 你根本就不懂我 而且你在我生日送我槍 要我轉型當健身網紅嗎 傳說對決的馬家 為你和你無法忍受秩序的約束 要做那站在隊裡面的顛覆者 腦筋急轉彎的燕燕 聊天玩笑 不能找他們聊天 想辦法引起他們的注意 新唐老鴨劇樂部皮太太 戴拉 黑鹿 哥蒂 大英雄天團 哈尼雷夢 秋梅君老師的本嗓非常輕柔 所以很常配到女主角 也因為這個特性 再配安安和小可 都很能展現角色的可愛 還蠻推薦大家可以去看刀劍才配 不管是哪一季都有不同的亮點 而作為女主角的雅思娜 老師配的也是非常動聽 不過這類聲線我最喜歡的還是佩佩 每次對阿甘講話都很溫柔 聽了真的很舒服 在阿甘的時光機 有提到佩佩有兩種配法 佩阿甘 要不要陪我走去餐廳 對不起阿甘 今晚有啦啦隊選拔會 我已經準備一年了 下次好嗎 我也親自詢問秋梅君老師 這是因為阿甘的聲優人數增加後 更動一些人物的配置 所以角色的聲線也跟著調整 另外老師的男孩鷹 也是他很有特色的聲線 像是小可還有小李 木葉丸 毛毛雖然是女生 不過因為性格比較剛強 用的也是一樣的聲線 當中我最喜歡的是小可 配上那個外型真的超級可愛 對了 該戶家庭聽了這麼多年 直到剛剛查資料才知道 原來盧拉拉也是老師配的 真的非常驚訝 完全聽不出來 最後要特別感謝秋梅君老師 其實配音作品那部分的稿子 是由老師親自修改的 增加了一些我原本不知道的代表作 非常的用心 在配音公會的春酒 我剛好坐在老師旁邊 老師說他早就訂閱我了 真的讓我相當意外 而我也有做個文字小採訪 詢問老師印象最深刻的作品 回答我會放在片尾和留言區 那麼以上就是這集介紹 最後等著邱老師的聲線 我這禮拜因為發現冰箱裡 有一種新戲劇而拿到科學獎 掌握 大家會漸漸的把爺爺給當忘掉 忘記爺爺 曾經是一個多麼厲害的人者 真的嗎 但是我爸說你一直打電話打到天亮 在SAO裡 不管誰得到什麼樣的道具 全都得靠自己主動告知 所以要避免私藏的糾紛的話 就只能這麼規定了 如果我能在20片樹葉掉到地面之前全部接住 小妮她就會喜歡上我 這是我們木業忍者村所保護的人 鞍馬巴雲很可能已經遭到綁架了 立刻趕往李建之秋山莊 確保巴雲的安全 自從有了酒後共識 台灣老人一個個都代言接不完 大家都花財了 只是知懂 會強迫大家吸一堆奇怪的東西 很不方便 不過這文書可是我的銷口好吃 請給你們站一下 我好開心喔 莉莉是不是覺得來對了 對 當然囉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導呢 爲 小妙子 本 有